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的文物保护修复人才的匮乏 下一步我们故宫博物院将和一些高校联合起来 要建中国第一所文物医学院 它就是为我们要培养更多 我们说是实用型的符合文物保护 修复需要的人才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文物医生 我想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我们中国的文化遗产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 好